我是城管 我在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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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闭我 好不好 你想打你家闭我 这是2018年4月8日上午群众拍摄的真实画面 我是城管 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城管厉声吼道 对面的警察坚定表示自己在执法 然而城管听到此话立马开始反驳我也在执法 一番激烈的口角纷争后 那你枪毙我好不好 城管口不择言 显然是一副气急的样子 事情发生在河南商丘市一处彭护区改造拆迁的现场 谁能想到 商丘市公安局数位民警竟然与商丘四阳区城管局队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甚至造成了人员重伤 很难让人想象 作为国家公务人员 他们竟然大打出手 事情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这件事还要从商丘四阳区长江新院彭护区的海耀项目说起 2011年 这个地方被政府划入了改造计划区域 通俗点说要拆迁 从2012年8月开始 这件事开始实行 那么 共有476户人家将要面对拆迁 政府此次规划 项目实施交给了商丘中海置业有限公司办理 然而 因为一些原因导致了拆迁过程并不顺利 此次拆迁除了本来的补偿款 还给群众准备了另外的安置房 但是 到了最后三户征迁户 他们并不同意拆迁 因为他们的安置房并没有被妥善安排好 这件事自然是承包公司的问题 足足6年的时间 这三户人家依旧住在拆迁地 此时已经被征收群众长期多次到国家 省 市信访部门上访 要求政府尽快处理 项目所在地办事处为了顺利完成项目计划 决定强制拆迁 城管队员负责现场维持秩序 他们一大早就来到了拆迁户的家门口 二话不说 就开始砸门 听到动静的拆迁户刘女士和丈夫 连忙出来查看 就看到有一百多名城管站在了家门口 出来 有事情和你们说 一名城管不耐烦地说道 刘女士看这些人来势汹汹 很是害怕 于是选择躲在了家里 看到刘女士和丈夫竟然丝毫不理会他们 这群城管也没有了顾忌 竟然直接破门而入 不仅如此 就连窗外也满是城管 他们拿石头和砖头砸窗户 很快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 刘女士一家都吓得躲在卧室里 此时 他们也意识到了事情可能和拆迁有关 他们前一天晚上还在商论这事 他们其实也很头疼 不是他们不愿一般实在是拆迁问题很是复杂 开发商资金问题 导致拆迁推迟就在扑面 他们还听说又有新的开发商介入了 不只是刘女士一家遭到了城管的暴力行为 同样作为拆迁户的胡女士 也是一大早就听到了一群人踹自家大门砸屋里的家具 他气不过和这群城管理论 没想到 他们竟然拿出了拆迁协议 逼着胡女士签下自己的名字 胡女士自然不愿意 我就把煤气罐爆了出来 想要吓吓他们 胡女士是这样想的 也就做了 果然 城管们这时显然有些错愕 场面暂时安静下来 女子胆色过人 警方接到报案 背后竟然是拆迁的非法活动 时间已经是上午11点了 商球市公安局东方分局接到了报警 称有人抱着煤气罐想要点燃 还说有人在外边砸人家的窗户 警方在此前已经得到了消息 有群众报警称城管要拆房 地点正是澎湖区 警方已经组织警力 处理此事 与城管对峙的胡女士心中早就慌了 终于 在她的期盼下 两名民警率先赶到胡女士的心终于放下了 她连忙将事情的经过全盘拖出 另外 一边的刘女士一家也等到了民警的到来 于是也将遭受的一切告知民警 期待能有个公道 而得知这群城管暴力行为的民警也是怒不可遏 几人连忙想要制止这群人的行为 却是无济于事 城管们依旧我行我素 眼看着刘女士家屋后年的窗户要被砸碎了 民警意识到 他们的力量不足 连忙请求支援 你们先出来 已经有领导过来了 我们好好谈一谈一名城管说到 屋子里的刘女士一家和民警 都以为事情得到了控制 便走了出来 谁知道 根本就没有什么领导 这不过是城管骗几人出来的假话 只看见屋门都被强制打开 挖掘机将屋子推倒 转眼就是一片废墟 前来支援的民警 一到来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番场景 围观群众已经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考虑到影响 这次前来的五名民警都身穿便衣 城管和民警冲突 竟然找局长要说法 背后是否是权力的过剩 有一名民警混在了群众里面 拿出了手机 录像将成为关键证据 可有城管竟然看到了该民警 直接将手机夺走 双方展开了争吵 最后动起手来 民警寡不敌众 被摁倒在地 城管们一脚接着一脚 转眼间 这名民警就鼻青脸肿 脸上躺着血迹 看起来触目惊心 自己人被如此殴打 另外的几名民警 也是怒不可遏 双方发生了冲突 民警辨别出了 其中一名隐隐有些话语权的里面 身穿紫色上衣的城管 要求将他带回公安局 然而 却被阻拦 一群城管 将警车围得水泄不通 民警多次出示证件 要求将此人强制传唤到派出所 却被城管驳斥 双方矛盾愈演愈烈 最后 一发不可收拾地动起手来 然而 双拳难敌四手 民警只有八个人 城管队伍 却有近百人 结果可想而知 民警个个被打得浑身是伤 可这群城管很是气派 他们丝毫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甚至认为 民警这是妨碍他们的公务 他们带走了一名民警 将他押到了公安局 没错 这群城管 竟然想让公安局局长给个说法 他们如同胜利者一样 浩浩荡荡 局长也被此番阵仗震惊到了 在办公大厅里 城管的语气非常不客气 您看看这是怎么处理吧 说完 还狠狠踢了旁边的民警一脚 局长看到这个场面 自然是怒上心头 现不论错在谁 城管如此嚣张 还在公安局对警察下这样的狠手 局长当即就表示 一定会将此事调查清楚 而商丘多名民警 被城管打伤的新闻 已经在网络上疯传 专案组立即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隋阳区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此事 此事不仅涉及到维持城市秩序的国家公权力部门 更重要的是 关乎群众对国家和公权力的信任 这件事情 可以说揭露了社会上城管暴力执法的严重问题 如果不能合理解决 将会给社会带来安全隐患 在专案组的调查之下 事情经过极原因已经全部明了 城管暴力执法 并且此次强制拆迁 并没有任何相关证明 城管将对此负主要责任 在此次事件中 受伤人员都得到了治疗 而涉嫌妨碍公务的城管刘某某 被依法刑事拘留 对另外两名主动盗案的吴某和阎某 实施刑事拘留 对于现场有处置责任的相关责任人 也依法进行处理 经此一事 有群众对于城管的存在产生了质疑 毕竟城管暴力执法的案例数不胜数 本该是维护城市秩序 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保驾护航的城管 却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城管与警察在执法现场起肢体冲突 可以展现的就是 二者全力对立 是对执法者的监督 城管恼羞成怒 何尝不存在很多的非法行为呢 可见 加强城管的管理和监督迫在眉睫 有关键的管理和监督迫在城管理和监督迫